美国人眼中最值钱的十位中国人 从来不是马云马化腾 而是中国真正的无价之宝 最后一位曾是国家最高机密 第一位林俊德 两弹一星重要开拓者 是爆炸力学和核实验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 他见证了当时我国所有的45次核实验爆炸 要不是离世前几个小时的这么一段视频 可能99%的人都不知道他 当他的生命还剩最后十个小时 昏迷后一睁眼便强烈要求 把他从ICU里转到普通病房 戴着氧气面罩 身上插着几十根管子 被人搀扶着坐到电脑前 在他的电脑里面 藏着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 他仍然坚持下床九次通坐三个小时 躺到床上的他 此刻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而这一躺正如他所说一样 再也没有起来 75年默默无闻的生活中 就有52年孤独的在罗布泊守望 第二位 钱学森 中国导弹之父 第三位 钱三强 中国原子弹之父 第四位 于敏 中国清淡之父 第五位 林巧智 如果在人民币上印一位女性 三分之一的中国人 都应该对他说声谢谢 钟南山院士称他为姑婆 袁隆平院士 就是由他亲手接生 来到这个人世间 他凭一己之力 让中国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三百 他没有儿女 一生未婚 一生中接生了五万多名婴儿 他就是万婴之母 1930年的一天 林巧智亲手接生了袁隆平 似乎就像是女娲女神龙的初次见面 1942年 协会医院被日军占领后 改为陆军医院 他愤然离去 在胡同开办私人诊所 在战乱中为产妇接生 不仅不收分文医药费 还给予资助 新中国成立后 林巧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是首届中科院院士中 唯一的女院士 开国大典请问他去 他没去 他说他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 他的患者更需要他 甚至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他在病床上发出抑郁 急促的叫喊着 产钱 快拿产钱来 一旁看护的护士 赶忙从一旁随便找着的东西 放到林巧智手中 他的脸上才终于露出一丝微笑 好极了 又是一个胖娃娃 这是林巧智留给这世界最后的话 第六位 唐长鹏 一位看似普普通通的老人 却让美国吓破了胆 他曾经仅用五年的时间 就突破了老美五十年的技术乳冠 为祖国创造了博之重器 运二十 让我们从此不再被老美卡脖子 他就是被誉为我国运输机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宝级科学家唐长虹 在此之前 美国人却认为 再给中国人一百年也不可能做到 的确 那时候的中国 机身材料 关键技术 什么都没有 要用五年的时间 做到西方国家五十年 才能做到的事情 别说美国人 我们自己都不相信 但唐长虹 硬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 将所有的不可能 变为了可能 2013年1月1日 一张来自美国卫星高空拍摄的 西安延梁机场照片 直接吓坏了美国佬 老美国防部五角大楼照片上 有一架大型飞机 非常醒悟 没有人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这一幕 难道中国人真的做出来了 不久后 运二十是非成功 就像一只强壮的雄鹰 直冲云霄 现场人员的欢呼声 甚至超越了运二十发动机的轰鸣声 这一刻 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 大型运输机成功了 这是中国航空工业 新的里程碑 第七位 邓家仙 中国两弹一星之父 第八位 黄旭华 中国核潜艇之父 第九位 赵中尧 2015年 美国一份机密文件曝光 他们曾计划用870枚核弹 摧毁我国一百一十七座城市 甚至每个城市都标注了具体投放数 在此之前的1937年 中国原子灯之父赵中尧 抱着中国仅有的五十毫克雷 流亡大半个中国 从北平逆着战火 护送到长沙 为了躲避日军搜查 装疯卖傻 半乞丐 一千五百公里 走了整整一个月 胸口被合不射 灼伤到没有完整的皮肤 这关键的五十毫克雷 培养出了钱学森 邓家仙等两代一星元勋 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第一枚氢弹爆炸 会进了几十年 第十位袁隆平 他是全球范围内 最有资格评判你体重之人 老美从放眼 所有的国家都不用去打中国 他们会自己饿死 然而谁能料到四年 这位老者凭借一株水稻 向全世界宣告 我的国民 我来养育 一定是那个旧一个国家 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三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计划的时候 他的杂交水稻技术 不仅拯救了全国人民 还打了全世界的联 知道他们伟大 却未曾想过他们如此伟大 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 都是他们用毕生的坚守 和心血换来的 可现如今的孩子们 只知道追星 追爱豆 连一位科学家的名字 都答不上来 忘记英雄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一些从未被教材记录 很少在荧幕亮相 甚至一生都隐姓埋名的人 翻开国之几粮这本书 他们才是中国孩子要追的巨星了 再次呼吁各位家长 陪孩子读一读这份国之几粮 书中收录的钱学森 钱三强 钱伟长等四十多位院士的 一百多则传奇经历 讲述了中国院士的百年科学人生 汲取榜样的力量 他们的伟大故事 才是孩子们的精神食粮